我让韩兵补一下好了 因为在刚刚还没还没到的时候 就包括委员 包括帅将军 都提到了这个安哲秀效应 还接下来怎么做 就大家不要再讲气宝 因为这个气真的不太好听 对不对 如果希望争取选票的极大话 帅将军讲得很好 合作啦 尊重啊 等等 那你看到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例子 四大山头回归挺喉 之前为什么不挺喉 大家都知道嘛 跟着拉碗包一路走来 当时的时空背景 跟现在的时空背景 所以大环境还是大于个人 那现在的情势来讲 当然就回来了 所以呢 所以这个安哲秀效应怎么样 我们看到在这个高层的动员 所以共产党的中央 真的要拿出点方法 比方说你看到 当然这个卢秀燕挺蔡壁如 大家知道挂名这个主委 那你看到韩国瑜 韩国瑜也动起来了 他现在脸书上分享 上个星期非常忙碌 从北到南到东 短短三天 几乎走遍全台湾 帮这个优秀的立委候选人来复选 然后他就站出来了 12月16号 妙狗开讲 他就要公开帮蔡壁如站台 所以你觉得呢 这些一切的尊重也好 合作也好的一些态度 能够让台湾的安哲秀效应发 能够把这个侯友宜送上 这个总统的宝座 你觉得可以造成政党轮替吗 我觉得两党 虽然在总统方面没办法合作 但是立委方面一直都有在合作 那既然有在合作 就没有必要撕破脸 特别是在很多选区 就是蓝或白都只有提一个人 都没有共同提的 没有竞争对手的话 那就是大家互相支援 我觉得没什么好讲 因为就算总统这边 买卖做不成 至少立委这边 我们还有共同的目标 就是要政党 就是让国会 让民营党没有办法过半 所以现在很多选区 其实有人算 差不多全台湾的十个选区 都是五五波 那在这个时候 如果能够集合 所有的在野力量 把民营党的立法员拉下来 这个对大家都是好事 对蓝白的共同利益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一阵子我一直 很忧心就是 因为有一些人 可能还陷在那个情绪 的时候出不来 不管蓝的也好 白的也好 就是喜欢到 对或是某一些 他看不爽的地方 就去故意留言 就去谩骂 那请问一下 这样搞到最后是什么 好 就算你今天 你很爽 你去把白的全部骂翻了 请问一下蓝的 会因为这样多票吗 完全不会 那白的也是一样 你白的去到处留言 就把蓝的全部骂了一遍 骂完一遍之后呢 你也只剩下你的同温层 对蓝白虽然理念不同 很多方法不一样 但是共同的目标 就是正当人体嘛 所以我觉得 没有 就是好 我可以理解 稍微要情绪发泄一下 人都有情绪 我们都是感情的动物 但是发泄个几天 两个礼拜已经够了吧 不用再发泄了吧 接下来还是要把眼光放远 看到最终大选的结果 在立委这边 大家共同努力 那至于说总统这边 其实大家就看嘛 因为慢慢慢慢慢慢 我一直 我到现在还是维持一样 我跟之前蓝白虽然 完全一样没变 就是到最后 谁最可能当选 我就投给谁 我一直都是这样 我没有差别 因为谁当选 对我来讲都一样 重点我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要 把民进党拉下来 不要让赖清德当选 对我来讲 这才是最重要 所以这时候 不要去争 也不用去什么气饱 选民自己会去选择 但大家先合作 不要二言相向 然后彼此共同努力 这样就对 那剩下来就各凭本事嘛 谁能够把自己的声势冲高 那大家就去支持他 我觉得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你看 这个韩国瑜跑去帮 蔡壁如站台 对不对 我觉得韩国瑜应该去保 台北新北市 李友宜站台 为什么 就是都没有国民党候选 国民党没有派人候选 选举嘛 那 其实没什么坏处啊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你如果说总统副总统候选 不方便去帮白眼人站台 我也讲不懂这什么道理 你不欢迎他来站台OK 可是你自己不去帮人站台也怪 就 现在卢秀恩 跑到前面 我觉得卢秀恩是所有的 国民党政治团队人 智慧最高 我敢跟他讲 智慧最高 他早就发现这种现象了 一直默默在经营 你看他亲自挂这个蔡壁炉的竞选总部主委啊 那就是希望说 你们万一发现柯文哲不行的话 可不可以帮个忙 救援一下 当救援投手吧 可是卢秀恩是花很长时间经营 听说国民党中央党部有一些 智商第一百的 好像 一百的不错的 还怪他说 你干嘛去当他竞争总部主委啊 那边没有国民党候选人啊 共同对手这民进党的蔡其昌啊 那你为什么不支援他一下呢 因为你做了以后 白的选民总是会觉得 好吧 我回报你一下吧 那总是会的嘛 所以就像是这个沈大佬讲的 他认为还是中间选民决定胜负嘛 那中间选民事实上啊 其实现在想象的可能就是政党轮替 他的这个 就是那四分之一啊 对就是那四分之一嘛 应该这么讲啦 现在的定义中间选民 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 你看三个人的支持度加起来都超过八成 就表示这个民调已经到极限了 对对对 已经到极限了 不可能超过九成 从来没有这个数字嘛 对 那你已经超过八成 就表示中间选民都在哪里啊 拿着绿的 中间选民都在摆的 都在支持科问者这些人 那中间选民他已经是也缩小到了 以风扇民调只有18.6 然后以这个 这个谁啊 以这个美丽岛啊 他已经缩小到14.8 中间选民到这边 再缩小的空间就没有了 基本上就没有了 所以要争取他们的支持 就要争取他们心中 想要支持的偶像的支持 这关键很重要 就是即使如此里面 他还要表态支持科问者 那就表示这是很铁的嘛 那很铁的 所以要如何去释放这个包容 那我再会提出所谓 安哲秀的效应 安哲秀 那因为你可能 不方便让科问者起来说 那我今天支持 赵少康 侯友宜 侯友宜赵少康 对不对 可能这个关卡上不方便的话 还是很多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 这个 侯友宜赵少康可以主动啊 哎呀这个 民众党的政策 跟我们并没有什么差别啊 所以两岸一家亲我们接受 对不对 那他说这个要财政拘离 我们得接受 他说政策我们都接受 他的政策80% 90% 我们都接受 那可是为了共同履行 这个我们都同意的政策 那如果国民党当选总统 哎呀 我们会尊重 任命行政院长 尊重民众党所属于的人选 这不会有被弃的感觉 对 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因为大家说蓝白河破局之后 就是弃保 但弃保被弃的一方 你有想过他们的感受吗 我被弃 那我当然就 对我就绝成而离开嘛 头一不回地离开 你都要弃我 我还会理你嘛 我不会整个搬 整碗捧去嘛 整碗捧去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弃保 是包容 对 用爱来包容 对 安泽秀也是这样子 隐席月是用0.7赢 对啊 赢得非常少 对啊 0.7赢 但就是关键 这是关键 那个2024年阿扁 赢那个谁 赢那个连战 是0.2 你要这样想 对 所以 0.7赢 所以安泽秀是个很关键的 本来隐席月是落后的 对 然后就以0.7赢 你也不能 那 那个隐席月 讲得很清楚啊 他说 安泽秀主张的 我通通包了 通通我主张 安泽秀要推荐谁 本来要在安泽秀路上 安泽秀说我不要 我喜欢当国会议员 好 是要继续当国会议员 就这样子啊 所以 你政策 共同 你方向共同 你人事包容 他就不会有被弃的感觉 所以安泽秀的支持者觉得 我投给隐席月 好像我没输嘛 对对对 你干嘛给他输的感觉 你给他输的感觉 他就给你 给你 给你 反抗 你就没票 对不对 对对 没有错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心理学 对啊 今天委员亮哥都提醒大家 不要让白的有背弃的感觉 有输的感觉 让他有我投你 我也是赢 我没有输的一个感觉 去帮 韩国会这个动作百分之百正确 就是说 除了去协助白影的候选人 还有让 这个其他的白影的选民 投逃暴力 投给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 甚至于在紧急状况底下 也愿意投给蓝领的总统候选人 他就这样铺陈的啊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多尊重你啊 对不对 比如那一天那个谁 那个民众党的立委候选人 那个卢州的这个李友宜 问我能不能帮他站台 我说没问题啊 时间你排啊 他说那这样好吧 站台不用 陪我少接好不好 少接他比站台辛苦 我说没问题 马上答应了对不对 我在电视上公开就答应他了 对不对 他就很开心啊 对那里面留言说很感谢啊 很感谢啊对不对 那有人还问我说 你会不会国民党开除党籍 现在不会 好所以大家要知道啊 这个回到初心啊 蓝白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 当然是会有些摩擦跟心结 但是两边的初心都是政党轮替 所以现在年车最后38天 这个初心要坚定 不管如何 能够下架民进党 能够政党轮替 这才是大家的最高目标 对不对 太阳心全校客废 有一身俊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 客废尔一身俊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尔一身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一身俊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对行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客废尔一身俊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耸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 客废尔一身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美负担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